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妃、年庚瑶的妹妹,生与四个子女皆妖者而亡。 华妃年是蓝氏电视剧《甄嬛传》的女主角之一,是年庚瑶之妹,掌有协领六宫之权,在剧中的她嚣张跋扈,心胸狭奈,心狠手辣,是宠儿骄,却也深爱着皇帝,最后被人告发多项恶行,耻夺丰厚,撞墙惨死,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华妃是什么样的呢? 她的人物原型又是谁呢?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,雍正帝驾崩于袁明园,在位十三年,十年母十八岁,妙号世宗,藏卿西陵之太陵,与雍正帝同时入藏太陵地宫的,除了原配孝敬献皇后外,还有一位就是敦促皇贵妃年士, 即大家所熟悉的年贵妃,雍正帝的后宫妃嫔一共有二十多人,其中受宠的如其妃李氏,其妃纽户洛氏,千妃刘氏,还有一个就是皇贵妃年士,雍正帝对于原配皇后乌拉拉拉氏是敬多于爱, 而年士端庄书贤,通情达理,身受印针的宠爱,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,是雍正最宠爱的妃子,也是其一生的挚爱。 敦促皇贵妃年士汉军乡黄其人胡广巡抚,一等公年侠陵之女,抚远大将军年耕姚的妹妹年士, 于康熙五十年由康熙指婚,给当时的四阿哥印针,为侧福尽之后见受宠爱, 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几年士共为印针三子一女,分别是皇四女两岁妖折和皇子夫已仅活了不到一岁, 皇子夫配生下不久即妖折和皇八子夫会八岁妖折。 邓亲王半令人惋惜的是这四个孩子,除了妖折都幼年妖折死在了年士的前面, 他们的历史给了年士以巨大的打击雍正帝即位后册封年士为贵妃的, 为仅次于皇后乌拉拉拉氏,掌有邪的六宫之权, 与电视剧中的萧扬把护心狠,手辣是宠而骄,不同的是年贵妃并姓柔家, 持宫书是雍正帝在册文中更称赞的。 雍正帝接连的丧子之痛,让本就身体累落的年士更加虚弱, 雍正三年1725年11月,贵妃年士病重,雍正帝的反应足以说明年士在他心中的地位, 皇帝一路长途跋涉,回鸾京城,除了下旨将贵妃年士封为皇贵妃外, 在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元明园,接下来的一连五日都在年士身旁。 二十三日,皇贵妃年士轰,嗜好为敦促皇贵妃。 皇贵妃死后,留下年幼的皇子福慧,雍正对此子十分宠爱, 甚过别的皇子。 雍正六年,八岁的福慧也去世了,雍正十分伤心,下令赵亲王立殡葬。 此时的红石与红利诸子接连辈子都不慎,看隆帝即位后也曾说过, 朕帝八阿哥,素为皇考所忠爱。 雍正四年,公元1726年春,年耕尧被雍正帝销关夺绝, 列大罪九十二条,自自禁而死,也许是看在皇贵妃年士的情面上, 雍正帝免了其父亲和兄长之罪,指展了妻子年妇因居心形势, 与年耕尧相类而被杀,再次年又赦免了年耕尧其余出子。 也就是说,年家除年耕尧这业卖货最外,其余亲族并未受到任何牵连。 干隆二年1737年敦俘皇贵妃经关随同雍正皇帝孝敬皇后子宫, 同时葬入太陵帝宫之中,与雍正帝永久相伴。